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阳光可爱的曾知乔最近时常下厨 改走贤惠路线 他日前po了一张组麻油机的照片 获得网友广大回响 而被受封为麻油机女神 我觉得虽然说现在已经是新时代了 现在已经世界不一样了 但是我发觉大家还是非常喜欢会下去的女神 所以我平常在家里就会炖煮一些鸡汤 像最近就po了一张组麻油机的照片 获得了十几万的单位 给她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麻油是新女神耶 没有这样的代言吗 没有想到就是大家这么捧场 还有一大堆人就是给我说什么太贤惠啦什么 其实我也没有多贤惠啦 我只是比较贪吃而已 明天就是七夕情人节 被问到有没有什么计划时 她惊讶地表示完全忘记了 明天就七夕啦 你看我们这个工作忙我们就不会注意到节目 现在没有特别想过耶 因为你现在告诉我才知道是明天 当然就是祝福所有的有情人就是忠诚眷属 然后希望你们开开心心地过个情人节 那我应该我再想一下可以跟谁过 因为我不急着嫁啦 所以说倒也没有担心 其实我这个人反而不喜欢桃花太多 就是如果大家对我有兴趣的话 我们就可以低调一遍 那至于结婚的 我努力煮饭其实也只是贪吃啦 也不是我的结婚 所以就很随缘啦 所以到底有没有可能会发展成这一幕的关系 你是要说哪一位呢 蜗牛 蜗牛 我觉得就看缘分吧 大家就保持友好关系 蜗牛新闻网采访报导